Renderforce.com 雷根号抵香港!为习川会暖身! 美军正时日前才派出二架B-52轰炸机飞越南海,触动北京当局的敏感神经。 21日航母雷根号即停泊香港整补,似显示陆美关系逐渐回暖。 路透,美国20日才刚派出B-52轰炸机巡运南海上空,航空母舰雷根号战斗群21日便抵达香港访问,先前绿媒渲染此举意在其中大选前为台湾撑腰。 但分析指出,实际上这是陆美关系逐渐回暖迹象,也是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月底在阿根廷20国集团G20峰会见面前,营造良好气氛, 同时显示,美国近期绝对不可能派建国靠台湾补给,或在太平岛与国军进行人道救援演练。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日前发表声明,于20日从关岛派了两架B-52轰炸机飞至南海争议岛屿附近, 参与例行训练任务,强调此举符合国际法,也信守美国希望印太地区保持自由开放的长期承诺。 其实,美军自2004年以来,都会致南海附近执行力行性持续轰炸机进驻任务。 但北京对美国基建出现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岛礁附近海域特别敏感。 解放军司令登舰参观。 雷根号航母战斗群边署班福特号、科蒂斯威百号驱逐舰和承塞了斯威号巡洋舰等舰于昨上午时时45分先后离港。 正式到访前,美方已邀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于20日,先搭吉父南海登上雷根号参观交流。 香港民航处发言人公布,自21日至25日,香港轻易对开水域和尖沙曲渡轮码头一带将设立临时飞行限制区,限制所有航空器进入,包括飞机和直升机。 临时飞行限制区也限制所有其他类型飞行活动。 戳破美未来撑腰一项。 美舰防港有期模式,1997年香港回归后,美国航母能否停靠香港不计,成了陆美关系情语表。 2016年5月中美关系因南海问题紧张之际,北京令香港不准美国史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到访。 直到2017年,川普就任总统后正式首访大陆前,大陆才于同年10月批准雷根号防港。 分析指出,11月底在阿根廷G20峰会将有习川会,两国需要营造良好纷纷。 雷根号获准到访,无疑是陆美关系改善征兆,与台湾大选半点关系也无,反而出现我政府预计陆美贸易战,靠向美国遂行台独意图的失败。 2017年美国通过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,美剑博台致说甚嚣沉上,当时大陆让雷根号防港使传言不攻自破,因有香港就不需在台不及。